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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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手机交给我太太检查一下 那一天不小心被她看到 因为你知道我们行走江湖啊 通常有几个原则嘛 碰到这样的事情 第一个 能够不给老婆知道 要不要给老婆知道 第二个 当你估算 门不了她的时候 就尽快先告诉她 声音发寄人 我那天就忘了 自首无罪 对那天她累了 我本来想了说 应该一回家就跟她说 我跟幽婷拍了一个照 就忘了给她查到 所以你看嘉辉这方面 她很有体会 因此你谈谈今天的这个话题 可以说是专家级的 对吧 对 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谈 这个 汤哥的这个问题 汤姆库鲁斯跟他 你觉得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汤姆库鲁斯是个疯子 为什么 她就是信仰的那个宗教 我觉得让她变得有点 对不起 我对那个宗教不是非常熟 但是起码她的行为 让我觉得不符合常理 那跟她的宗教 也不一定有关系 她这次不是说 这出现问题是在于 那个对小孩子 女儿的教养方式 因为女儿要上学了 但汤姆库鲁斯认为 她应该送进 那个宗教所成立的学校 那那个学校 就是军事化的一个教育 小朋友才六岁 进去以后呢 要每天就是 背诵这些宗教的教文啊 然后呢 非常军事化的管理 妈妈舍不得嘛 所以不肯 但是汤姆库鲁斯 一向对这个宗教 是非常虔诚的 那照你女人的直觉 你觉得汤姆库鲁斯 是喜欢女人的吗 还是双性的 我觉得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跟他生活过 所以我 就以女人的角度呢 我们是不愿意承认 他是同性的 就希望他一直是异性恋 是吧 对了 但是我觉得 跟他离婚 应该不是最大观 应该还是小朋友的教养的问题吧 对啊 你看看啊 这个事啊 我觉得 挺让我觉得的 当然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对 我现在觉得 我们啊 不能再保守下去了 你让我 我是什么意思啊 我是说啊 有些时候啊 我们看 这个 很多中国人啊 身上还被绳子捆着 我有时候觉得 我的很多多年的朋友 我看到他们呢 在婚姻里 或者在婚姻外 受苦 可是他们这个受苦啊 仅仅是因为脑子里的一个想法 嗯 一个别人 重在他脑子里的一个想法 一个概念 比如说 哎 我一定要结婚 或者说 怎么样的婚姻 才是幸福的婚姻 你就看着他受苦几十年 仅仅因为脑子里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有时候很想让他们呼吁 就是说 我们应该开阔 开阔的去看一个问题 开放开 让自己成为一个眼界很开阔的人 对吧 理解 你比如说 像汤姆克鲁斯这种婚姻 他告诉我们啊 这个婚姻现在在世界上 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好多种形式 比方说 假如这是真的啊 那么他们有长达几百条的婚姻协议 婚前协议 我们 我把这种婚姻叫做 门面婚姻 那么就是演嘛 对吗 这个咱们都规定好了 这也 就我不是否定啊 我就说 这也是一种形式 那他的协议 我没看内容啊 他有承认说 我们是演的吗 有承认说 我们只是演戏 你不可以碰我 我也不能碰我 假如这是真的啊 第141条 须时刻展示自己的幸福感 这不是演吗 是吧 然后呢 这都规定啊 婚后每年开地将获得三百万美金 如果在五年内终止婚姻 他就需要向汤姆克罗斯支付一千万美金 然后呢 十一年后 就如果这事你能坚持十一年 是吧 婚前协议被视为无效 就是说你要坚持了十一年 这协议不约束了 反而你可以得到一半的财产 就是让你长久嘛 包括随时接受是否吸毒 然后呢 汤姆克罗斯说话的时候 要微笑并且赞投 赞投 其实不可以破坏他的形象就对 生一孩子 奖一千万美金 是吧 我猜这个可能性不大 不大 不大 你可能八卦乱乱乱造 对因为这种假如是协议的话 在美国这种法律制度上面 谁敢留出来这一份协议 风险太大 像你刚说人家什么为了吃苦啊 为了老海一个一个想法 那当然是 可是我们看到很多都是因为孩子嘛 都想孩子受苦受苦 可是那个也是一个想法 那是风险 你不愿意冒这个险 万一小孩受苦怎么办 可是我们看到太多的悲剧 到后来小孩长大了 回头跟爸妈说 我真希望你们当年是离婚的 你们根本不值得 不需要为了我而那么痛苦几十年 我看到太多这样的例子 那父母亲才是感觉可悲啊 但是你看我现在的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尊重每一对人的这个选择 理解他们就是都不容易 就是说为了孩子选择不离的 就在一块 甚至是就是没有性生活的 你知道吗 不是像汤姆克尔斯他可能是不喜欢 有的那就是那么一块 那这样只要人家这样选择 也是很令人尊重的 对吧 那么就是说我们不背这个负担 我们不因为孩子非要绑在一块 这个也同样应该给予尊重 和理解 就是都不容易 这事谁办得好 对吧 咱们接下来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不重要 因为我结了这个婚以后 我才能够心无旁骛地专心于我的事业 然后呢 那我只找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我跟他一样对家庭有责任感 我们回家都会打扫家里 我们知道该回家 我们知道该对这个家付出 但至于两个人之间 这个爱情是不是有浓郁到这边 他说我不觉得是最重要的 是 我就开始有点说 哦原来有些婚姻的结合 就像可能Tom Chris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作用 他有很多功能 不见得是我们以前想象 或被灌束观念说 只有爱情才会走向婚姻 你知道最近啊 这个诗男生 就是徐克的夫人 对外做了一个说明 他就说啊 我们夫妻俩还没有离婚 他说 但是呢 我们两个人相约啊 把这个主要的注意力 都放在事业上和工作上 而不是在私人感情这方面 我不是想关心别人私生活啊 但是 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 为什么说的特别好 我现在就在想 为什么我老说 我们一定要对这个人的这个选择啊 往开阔里想 现在已经出现很多种这个婚姻 比方说像你说的 我某种程度上讲 有人说婚姻是反人性的 或者说婚姻是腐朽的 早该取消 我现在也没这么极端 我现在就觉得就是说 你看啊 有门面婚姻 这可以尊重的 对不对 两个人总有某些理由 维持一种关系 或者说也有一种政治夫妻 像克林顿和莱文斯基 对吧 那政治夫妻 还有这个事业型的夫妻 甚至现在的婚姻 跟什么都有关系 你知道这个上市公司 他不能离婚啊 他为了股民的这个利益啊 他不能离婚 因为老婆可能拿着一半这个股权 这两口的关系不好 股价就跌 你知道吧 就是说 而且尤其中国人跟外国人还不一样 外国人真是舍得一身寡 管他娘那么多 对吧 中国人啊 我认为是可尊重的 就是他反正就是怎么样 而且老实说 有个人性的东西在里面 对吧 就是说离了 男的再找一个 新鲜热辣的 可是中国人有种轮回的思想 他会跟你说 结果不还是这样 最后不还是这样 于是呢 有些人他就说 为了某些原因 我们是一个合作 一个合作关系 一个共同体 让我们找到界限 甚至说 你玩你的 我玩我的 但是我们互相维持一个婚姻 甚至于哪怕是为了孩子 所以假如当婚姻 成为一种选择 而不是一种逼然的话 其实蛮好玩的 蛮健康的 你可以找到任何人 用任何的理由 用任何的方式来相处 来结婚 可是前提是说 你不要有什么后果 要你承担不起的 比方说有社会压力 或说有些在官场里面 或说企业界 对不对 会对你婚姻 觉得会影响大家 我觉得给婚姻这种自由度 在这种情况下面 就不需要来废除婚姻 像我们年轻一点 也像你刚提到说 总是觉得婚姻不好 不人道 不卫生 不这个那个 那后来觉得说 没关系 你可以自由来组合 那可是问题是说 什么婚姻 世界上永远 没有那么简单 总是外面的人 要指指点点 永远最后 就在别人的极点下面 你就受不了了 好吧 最讨厌的就是这个 干脆 干脆不要 是 所以婚姻看来 应该可以稳定 稳定心情 是吧 这个制度是 稳定一个人 在人生当中 就当你 因为你在年轻的时候 是这样 上上下下的 所以这个制度 会让你甘愿于 这个稳定 不见是在爱情里面 我找到这个人衣服 所以我变得稳 也可能 但也有可能 是因为我有了这个东西 我再也不用管 世俗的说法 所以我也稳定 我可以做其他事情 但它都是一种 可以让人稳定的制度 其实 你不觉得吗 这是 我觉得这是因人而异 就是这个事啊 没有人因为结婚 而更浮躁的 听起来不是这样 通常只上 我家会很浮躁 海明威 不碍于事啊 我告诉你 又婷 海明威跟第三任太太 结婚 这叫签字 签完字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走出那个地方 到对街的酒吧 然后就说 给我两杯威士忌 放在一起 是 不够 不够 今天来四分 威士忌 她说这是我做过 最后悔的一件事 从一个洞 好不容易爬起来 怎么又掉进 另外一个洞里面 所以她结婚 马上就浮躁了 因为她可能 基于不同的理由 可能要被第三任的太太 来逼着她结婚 所以每个人 面对婚姻 还是有不同的选择 我们你刚说 你那个朋友说 好啊 娶个老婆嘛 放在家里嘛 我觉得还蛮 蛮复古的 复古 复古的 因为在十七世纪以前啊 其实一般的 对婚姻 对这个 家庭 爱情 跟性 是分得蛮开的 婚姻 这是一个家庭 维持花 家庭这个状态 然后你有个情人 也不一定经常上床 跟你谈情 浪漫的爱 然后性 你有另外的处理的方法 后来呢 坦白讲 随着资本主义发展 整个制度的扩展运作 才把人长坡 把这三个东西 混在一起 性 爱情 和家庭的稳定 都希望在同一个人身上 拿到 最后就出问题了嘛 对 现在重新解体 不做好了吗 是啊 你看你要往 我说往开阔里想了 还包括时间 概念上 你比如说 最早爱情这个词 是指的男人和男人之间的感情 甚至于在古代的时候 婚姻没有什么爱情 甚至更像咱们刚才说的 门面婚姻 体面婚姻 政治婚姻 经济婚姻 这是当时的情况 但是我们现在也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 你怎么知道 未来的这个人又怎么样 但也有人说 这个婚姻是一个政治统治的手段 因为以前我们因为婚姻联姻的话 我们家族势力可以一直扩大 当你一直结婚 一直结婚的时候 你这个怎么讲 家族势力到处可以复刻敌国 你就可以变成一个小的王国 但为什么现在后来因为宗教的关系 发明出来 要发觉有这个婚姻制度 它就是避免你扩张 所以说不定你现在想要灭掉这个政府 还不愿意了 因为你破坏这个制度 你越来越自由 你可以凝聚你 你可以用婚姻来凝聚你的力量 或是你跟不同的人 没错 发生关系凝聚你的力量 没错 所以当然要一起 你知道这个法国 有的那些学者的说法 这个婚姻就是社会管理你们的一个阴谋 权力管理你们 你们必须以这个为细胞 让我怎么管理你们 让你们替我们生产 包括生孩子 生育 当然这位专家已经因为艾滋病去世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有些时刻不会过期 有一些画面值得保存 严选刹那光辉 即使永恒的奥运夺金瞬间 带你重温当年呼吸停止 心跳加速的经验一刻 奥运夺金时刻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朋友不曾孤难过 一生朋友你会懂 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 一杯酒 如舟老教特区老酒 我再给你看看 你们台湾这名人的一个照片 这也是台湾有名的一段婚姻 这就是大导演杨德昌和蔡琴 当年的这段婚姻 号称是无姓的婚姻 就是公开的说呀 我们是柏拉图的婚姻 是据说是杨德昌提出来的 但是呢 这个杨德昌呢 自己在外边找人 因为他自始至终没有真的爱过 真的所有我们说那个 蔡琴要的那个爱情 他从来没存在过 你这么看吗 对啊 我觉得就后来看 他真的很爱他第二个老婆了 就是在美国跟他一起 这个退居幕后的这个老婆 我觉得他们是真的是这个 soul妹然后很爱 那他跟蔡琴这个结合 我觉得应该 如果我们很俗气的说 这一定是蔡琴爱 爱杨德昌多过于他 爱他 这是肯定的名字 当时说你说蔡琴这样的人啊 我看有一个女作家 叫袁琼琼写的 就当时就跟杨德昌好了几年啊 他女人都是这样 就觉得他再不给我一个 一个身份 我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所以就是滑下道了 你到底又怎么样 结果杨德昌那个 徽孙子这个性格啊 他就说我给你那个电话 达鲁基 我在那说 然后这个蔡琴呢 就紧张的啊 不敢去听这个达鲁基 甚至说要把他删掉 最后跟着这个女作家一起说听 结果一听 听见杨德昌 说我愿意 沉默了一分钟之久 然后呢 长长的叹了口气 说 哎 你叫我怎么说呢 就完了 然后两个人又走到杨德昌的家里 说是那个女作家的描述 说一打开门 杨德昌把蔡琴揽进了怀里 两人就这么 结婚了 哎呀 可是光那个答案就不行了 要是以我的标准 他要求太高了 他想了一分钟啊 不可以 这一看啊 男的在想什么 想不要啊 不是 但讲不出来 我的感觉就真的是 这不简单的是爱情 要是爱情很简单的 我这么爱他 我当然跟他在一起 但是为什么翻来覆去的想 因为在一起 也不一定需要结婚嘛 而且可能他心中 还有其他的选择 可是对于这事情啊 其实我一直也暗中蛮关注的 因为我很不服气 永远是女人来一面支持啊 说坦白讲 听太多啊 看到太多爱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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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的说法 他在电视台也说 电台也说文章也说 有时候好像所描述的 跟我们我们跟杨德昌也有 素面之缘啊 示范聊天 好像所说的是完全另外一个人 嗯 他把杨德昌说得如此的无情 如此的冷 如此的硬 比方说我记得蔡琴说到自己 什么什么半夜在哪里 哪个城市 好像同一个在美国一个城市哈 蔡琴说我的车坏掉了啊 在路边 半夜打给他来喊 喊救命 他就说杨德昌完全不理他 完全就挂掉电话 这样子 种种的说辞啊 有时候我都会打个问号 嗯 而且就再一次来确认我说 台湾女人是不能娶的 哈哈哈哈 每一个人一离婚 我以前经常这样说嘛 一定会写文章 除了把家灰的太太 一定会上电台 对对对 他不敢离 就是这样 会出书的 每一个人都是嘛 从李敖的前妻 到到每一个胡瓜的前妻 到每一个都都写文章 把老前夫痛骂一顿的啊 一面记词啊 我觉得听一下就好 是是是 我觉得也有这个体会 有的时候 我不是歧视女性哈 我确实有时候觉得 女人的有时候的叙述啊 会比较文学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 就是感性面多于理性面 是这样吗 就是说呃 总是那个情被受伤的时候 他就很容易自怜 因为已经没有人连他 所以他就自怜 对 那小男人也很容易怜啊 但是就是说 大部分都女生自怜的事件多吧 那经理是什么 又婷 你刚那个反应 就已经表达了 你说连对方啊 考虑一分钟 他都觉得不满意 怎么可以了 应该一口答答 say yes 对不对 而且还常看一口去结婚 还看叹气 那别结了 才不脸了 所以我一说蔡琴 也要接受自己的选择了 你看你连听都不敢听这个答案的时候 可见你心里也有犹豫 你知道他没有这么把握的吗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你还要嫁 你就太爱 那你太爱你就要接受这个人 他就有一天 因为他不是那么爱你 他就会走啊 所以就要接受 但你想好那就结 那你呢 不行啊 就是他当下一定要马上 就说彩比天高 像我们小马哥一样 你也不能低声下气 不可以的 对一百分没有用 对我一百分才有用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段文明喜事物 今天对你一百分 是 Some Massimo 是可以的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